但是這個如果他要講電話 你戴個口罩有說這個講不清楚 我看到很多就在高鐵上面 說電話說幾樓的 說到看不懂 這個尾巴我們會這個勸導 因為同仁沒有這個常常巡視的話 一個說電話說幾樓的 說幾樓我看沒有戴口罩 是所以這個我們同仁會看到的時候 盡量在車廂內 不要這個交談 不要交談或者講電話 是這個我們在都會勸導 不要勸導比較強制性的措施 是 看這段時間 這個中央疫情中心 是不是再搭乘這個大眾運輸工具 禁止這個交談或者禁止 這個使用行動電話 我們會依照中央疫情中心的指引 在日本只要公用運輸工具 都不能使用行動電話 你知道嗎 搭捷運搭高鐵都不能使用行動電話 你使用行動電話 你這樣馬上這個 你收到公審 眼光的公審 是 報告委員 我想我們會按照這個指揮中心的指引來辦 那你們要提案啊 就是你要讓指揮中心知道說 的確這樣子會有一定的風險嗎 那未來作為安排 會有隔座嗎 隔座 我們其實現在的安排已經按照隔座的方式了 我們都從靠槍 對 這個我們在第一個我們在定位的時候 目前的電腦系統已經按照這個隔開隔離的方式在操作了 那到底如果說上車以後啊 我們也請我們的這個 列車長呢 還有我們的主委員會看到如果說有一些 可以空的更好我們會這個勸導 另外這個唐鳳 唐鳳政委 我問次長 唐鳳政委有寫一個問題 說未來這個內車道作為這個超車的這個道 你看過這個新聞嗎 沒看過 哇 他寫一個研究啦 那當然是有人去呈醒了 就是高速公路的內車道 當中這個超車道 你看有通過嗎 這個我想是需要評估 是怎樣 需要評估啦 評估一下 你看一下那個你看一下那個唐鳳政委的這個文章 一定說這個未來可能是叫那麽又去思考的